里巴嫩与以色列的冲突一直以来都是中东地区最为敏感的热点之一 最近的事态发展再次让人们的目光聚焦于这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区域 里巴嫩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60枚火箭弹 导致以色列北部陷入火海 而以色列的迅速反击更是加剧了这一地区的坚长局势 这场冲突不仅是两国间长期积怨的爆发 也是中东复杂地缘政治的缩影 中东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 以色列作为该地区的发达国家 其军事力量在中东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根据全球火力发布的数据 2023年以色列在全球军事力量排行榜中位列第15位 而其国防预算达到了204亿美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 相较之下 里巴嫩的军事力量则相对薄弱 其国防预算仅为16亿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的4.4% 以色列的军事优势不仅体现在预算上 还在于其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 以色列拥有美国提供的F35隐形战斗机 这种第五代战斗机具备超越的隐身性能和强大的控战能力 使以色列在空中力量上处于绝对优势 此外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在拦截短程火箭和炮弹方面表现出色 有效地保护了以色列的平民和基础设施 然而即便如此 利巴嫩在此次冲突中的表现也不容小觑 利巴嫩真主党作为该国的主要武装力量 一直以来都在与以色列进行着激烈的对抗 真主党拥有大量的火箭弹和导弹 尽管其技术水平无法与以色列媲美 但在数量上却有着明显优势 据估计真主党拥有约13万枚火箭弹和导弹 其中包括射程覆盖以色列全境的远程导弹 此次利巴嫩发射的60枚火箭弹 虽然大部分被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拦截 但仍有少部分命中了以色列北部的目标 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这也暴露出了以色列防空系统的局限性 在面对大规模的火箭弹袭击时 即使是再先进的防空系统 也难以达到百分之百的拦截 此次冲突的导火所可以追溯到多年前 以色列和利巴嫩之间的复杂历史 以色列和利巴嫩的恩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 以色列建国之处 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随即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 利巴嫩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一员 参与了对以色列的战争 然而在战后 以色列不仅没有被击败 反而占据了更多的巴勒斯坦土地 这也为两国间的仇恨埋下了种子 此后的数十年中 以色列和利巴嫩之间的冲突频发 1982年以色列入侵 利巴嫩试图根除盘踞在 利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这次入侵导致了大量平民伤亡 也引发了利巴嫩内战 虽然以色列在1985年撤出 利巴嫩大部分地区 但其在南利巴嫩的驻军 直到2000年才完全撤离 这段历史为两国关系增添了更多的仇恨和敌意 近年来利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 更是欲演越烈 真主党在利巴嫩境内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不仅在军事上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还在政治上成为利巴嫩的重要力量 以色列多次对利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目标进行空袭 而真主党则以火箭弹和导弹进行反击 这种你来我往的攻击模式 使得利巴嫩和以色列的边界成为了火药头 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此次利巴嫩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的行动 是对以色列近期军事行动的报复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戈兰高地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打击 导致利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阿德·朱克尔身亡 真主党对此反应强烈 誓言要报复以色列 此次火箭弹袭击正是这种报复行动的一部分 尽管利巴嫩在军事上处于劣势 但其背后有着强大的支持者 伊朗作为利巴嫩真主党的主要支持者 一直以来在军事和经济上对其提供援助 伊朗不仅为真主党提供武器和资金 还在训练和技术上给予支持 这使得利巴嫩真主党在面对以色列时 具备了一定的抗衡能力 在国际社会的视野中 以色列和利巴嫩的冲突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 更是中东地区复杂地缘政治博弈的一部分 美国作为以色列的坚定盟友 在此次冲突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美国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以色列的制裁决议 并向以色列提供大量军事援助 而伊朗叙利亚等国则在支持利巴嫩真主党 试图通过带领人战争来对抗以色列和美国的影响力 中东地区的局势错综复杂 各方势力交织在一起 使得任何一起冲突都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战争 利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不仅影响着两国的安全与稳定 也对整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产生深远影响 石油价格 国际贸易 难民潮等问题 都是这场冲突的潜在后果 从长远来看 以色列和利巴嫩之间的和平实现依然任重道远 两国之间积累了太多的仇恨和不信任 任何一方的单方面让步 都难以获得对方的信任 国际社会在斡旋和调停过程中 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和平谈判需要各方的妥协和让步 但在当前的局势下 这种妥协显得尤为艰难 以色列和利巴嫩之间的冲突 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对抗 成为了中东地区 政治 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综合体现 此次冲突的背后 不仅是两国长期的历史恩怨 还有各方势力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博弈 要真正解决以离冲突 必须从多方面入手采取综合措施 首先国际社会应加强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斡旋 联合国 欧盟 阿拉伯联盟等国际组织 应积极介入 推动以色列和利巴嫩之间的和平谈判 各方应在平等互线的基础上 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避免冲突升级 国际社会还应向利巴嫩提供必要的经济和人道援助 帮助该国恢复社会秩序 改善民生 从而减少冲突的根源 其次 以色列应调整其对外政策 减少对邻国的军事打击 虽然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面临着复杂的安全形势 但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 只会激化矛盾导致更多的流血和冲突 以色列应加强与邻国的合作 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争断 建立稳定的地区安全架构 里巴嫩方面 珍珠党应重新评估 其对外战略避免过度依赖武力解决问题 尽管珍珠党在里巴嫩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过度依赖武力只会加剧与以色列的冲突 与以色列的对抗导致更多的伤亡和破坏 珍珠党应加强与里巴嫩政府的合作 通过对话解决核问题和地区安全问题 在解决国家的发展和稳定 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从而减少冲突的更远 伊朗作为里巴嫩真主党的主要支持者 也应调整其对外政策 减少对里巴嫩内政的干预 伊朗应更多的关注国内的发展和稳定 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与邻国的争端 避免卷入无休止的代理人战争 伊朗还应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通过对话解决核问题和地区安全问题 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在解决以离冲突的过程中 美国作为以色列的主要盟友 扮演着重要角色 美国应在中东地区采取更为平衡的政策 推动以色列和里巴嫩之间的和平谈判 美国还应加强与伊朗的对话 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分歧 避免中东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只有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才能实现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总之以色列和里巴嫩之间的冲突 不仅是两国间的矛盾 也是中东地区复杂地缘政治的缩影 要真正解决这问题 必须从多方面入手 采取综合措施 国际社会应加强外交斡旋 推动和平谈判 以色列和里巴嫩应调整对外政策 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伊朗和美国应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与发展 作为博主 我希望通过深入的分析和客观报道 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一复杂的国际局势 推动各方通过谈判和对话解决冲突 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中东地区的局势变化 理解其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为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小易 下次再见